復禮為人 一日特使復禮 天下歸仁焉 換白話人來說就是 當有一天 百姓都能夠做到特製自己的欲望 能夠做到非禮物事 非禮物聽 非禮物言 非禮物動的時候 天下就歸於仁義了 因此 歸仁這個名字就是取自於 天下歸仁 歸仁這個充滿被期待 並且好聽的名字 他同時還是一個民情淳樸 而且文風鼎盛的一個鄉村 可是來經過了時代的變遷 擦海桑田 隨著財鐵 高鐵 高速公路 以及86快速道路的四通發達 他激勵了大家的視野 要更加的遼闊以及開放 歸仁這個懷舊 並且有建設的名字 他的歷史發展 以及他的一個地理情勢 他的漢田多於水田 然後造就了他的一個人文 就是來人文的一個存譜 並且在一個溫風底震 還有帶有農產業的一個經濟的發達 因此歸仁這個地方 名人背書並且產業不饒 從今天起 就要在歸仁這個了不起的地方 來提供優質的產品 服務以及品牌下值 現在我們藉由各位的雙手 我們以掌聲 來恭迎今天的一個探證室開幕 來請掌聲響起 謝謝大家 我們接著就要來進行 探證室一個剪彩 一個儀式 請念到名字的貴賓 來救剪彩